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某个领域实现自我的价值 或者是说在金钱财富方面能够有一定的富足和稳定 又或者是在家庭当中能够充当一个好爸爸 好妈妈 不同的人呢对于成功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呢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对于成功的感觉也会很不同 可能小的时候会觉得成功就是学习能够拿到好分数 能够让爸爸妈妈感觉到很开心 然后呢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和自己一起玩耍 就觉得很开心很开心 等到我们长大以后 可能成功慢慢的变成了一种生活里的向往 或者是某一种生活的追求和理念 当今呢很流行的一个词语是极简生活 那随着我们时代的境界 以及我们的一个信息 还有我们思维的一个开放程度 可能有一些人开始从一种比较接近于物质的层面 慢慢的移向一个比较更加接近精神和灵性的层面 开始摆脱很多很复杂 或者是很重型的物质对我们的一种束缚和捆绑 来到一种更加接近灵性 接近自然 接近活出真我和本我的一种状态 所以啊 每个人对于成功 想法不同啊 而且我们每个阶段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今天啊 我们想通过一个这样子的连结宇宙的机会啊 来给大家看一下 对于你个人而言 未来的这种成功感 究竟会在你生活的哪些方面非常的凸显 你能够当前那去期盼哪一种重要的改变 或者是说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 究竟是哪一个方面 你更加能够彰显你的魅力 更加能够闪闪发光 好 那如果你对今天的占卜感兴趣啊 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一下 未来的你有多么的成功 会是什么样子的成功 那今天的选盘呢 还是和往期一样啊 我也是提前的收集了一下 你们的能量 还有信息 把它们的分别啊 放在了你面前的这三副不同的塔罗牌组里面 我们呢 从左往右 一次是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从左往右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好 那选择到第一副牌子的朋友啊 你们的能量宝石呢 今天我给你们选择的是这一颗茶色水晶 晶莹剔透的水晶宝石 茶色水晶宝石 你可以感觉一下这颗宝石呢 和你心中所想的未来自己有多成功 是否是有连结 有对应的呢 第二副牌子的朋友 这边啊 我帮你们选择的一颗宝石 是你看到的蓝色方解石 蓝色的方解石 给你们感觉一下啊 去想一想未来自己究竟想要怎样的一种成功啊 看看这一颗蓝色的方解石 能否跟你之间能量有感应 你是否被这颗宝石所吸引啊 好 那第三副牌子的朋友啊 这边呢 给你们选用的是一个蜂蜜方解石 感觉一下 这颗方解石的能量啊 或者是你对它的一种感应啊 对应在你未来有多么的成功 你跟它之间是否连结的很强烈 是否被它所吸引呢 好 那为了方便你们呢 可以跟每一副牌组啊 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结 接下来呢 我会建议你啊 和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 好 让我们一起 闭上眼睛 深呼吸 我们来连结一下宇宙的能量 然后呢 我们来一起问宇宙 宇宙请你告诉我 未来的自己 有多么的成功 这种成功 是什么样子 会在生活的哪些方面 有所展现 请宇宙给我指引 请宇宙给我们提点哦 感恩宇宙 好 深呼吸 睁开你的眼睛 看向你面前的这三份不同的牌组 或者是这三颗不同的能量宝石 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 哪一副牌组 或者是哪一颗能量宝石啊 它有吸引你 或者是你觉得它在召唤着你 那由于我们这里呢 是大众占卜啊 所以说如果你实在是觉得 有两副牌组 或者是两颗灵性宝石呢 它们在能量上啊 都非常的有感应的话呢 你也是可以点开 两组都听到 也就是说有可能你的讯息啊 以及宇宙给你的指引 确实是被分在两组不同的牌组里面 所以呢 请大家就是有选择的 选择出与自己有对应 或者是对你有帮助的讯息和内容就好 好 那如果呢 你已经选择好了 属于你的牌组啊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未来的你有多么成功吧 那我们待会儿见 哈喽大家好 欢迎选择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 那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茶经 茶经呢 它对应的是我们海底轮的能量啊 它同时呢 也有招财劲宝啊 还有生意新龙啊 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招财的啊 一个能量宝石 所以呢 茶经啊 给大家放这边 好 今天呢我们是要来通过连接宇宙的能量啊 来看一下选择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 未来的你有多成功 嗯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通过 塔罗牌 来问一下宇宙 问一下你的啊 指导灵 外来的你究竟是有多成功呢 我们来一起展望一下未来啊 对比一下当下和未来 你究竟有多成功 好 宇宙请你告诉我 选择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啊 未来的你有多成功呢 感恩宇宙 哇第一张牌是水晶国王 嗯 我们看到了这个老虎哦 嗯森林之王 未来的你有多成功 请宇宙给我们指引 感恩宇宙 第二张牌是战车 第三张牌是影子 the shadow 未来的你有多成功 第四张牌是 啊羽毛七 嗯羽毛七 好 然后第五张牌是 acorn nine of acorns 好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啊 未来的你有多成功呢 我们来看宇宙怎么讲啊 首先呢我看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啊 跟你们所选用的能量宝石能量非常对应的 就是说我觉得你们呢在骨子里在你们的DNA当中其实都是一个我觉得有着野心 ok有着想要过不平凡生活成就一个不平凡人生的愿望 水晶元素的国王 嗯水晶元素呢对应的是我们四大元素里的土元素 所以说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啊你们其实是一群嗯行动能力很强而且呢非常有毅力的一个族群 你们要的成功感不是随随便便的成功是那种能够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啊无论你们的起始点是多么的高或者是有一点低无论是低还是高 你们都不会轻易的放弃你们是会一直朝向你们的目标成为你自己世界的王者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不断前进的 所以说最终啊无论你就是当前的起始点在哪里我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这种成功感其实是在你生命当中会到达的一个顶峰 你们要的就是成功的感觉你们要的就是成功成为世界的王者 嗯 而且我看到是你们会对自己的理想会对自己的目标有非常强烈的执着有一个承诺就是愿意为他付出一切愿意把自己的能量拿出来为他努力的决心 这第一个啊非常厉害的一个组群哦 第二个我们看这里啊战车牌我们所谓的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意思就是说在成功的这条道路当中你肯定会遇到有的时候是挫折有的时候可能是陷阱有的时候可能是不小心摔了一跤 但是呢战车牌你们一直都是勇往之前的 其实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有一股什么能量啊 你们有一股不怕输不服输的精神 战车牌 有的时候可能确实是很难控制 很难去把握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我们所谓的能够走一个进路啊 走一条比较简单比较轻重的路线啊到达你心中的目标 但是这谈何容易啊 一切把生活过得简单的人 他们其实都是曾经经历过复杂的 一切在舞台上看着很轻松 他们其实在背后都是付出了别人成百上千倍的汗水的 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战车牌出现我就发现 你们的成功不是天上掉线饼 不是好运砸到你的头 而是你们真的是非常努力 啊非常努力 可能你们吃的亏比别人都多 可能你们遇到的挫折比别人都要难 但是你们依旧保持着一颗初心 依旧相信生活的美好 保持着一颗积极上进的心 勇敢继续向前 摔倒了再爬起来 做错了 承认错误 下次改正 就是这么一个谦卑的心啊 在不断的推着你们去向前 所以有些朋友啊 无论比方说你过去或者是你当下你朋友啊 你周围啊 还有你包括家人有的时候给出了一些否定的话语 或者是他们觉得你不行给你的一些打压性的语言 或者是 有的时候可能会泼你冷水啊 你不要去听啊 不要去听 我听到是你这一生其实是会遇到一些 你可能会觉得很不公平啊 甚至有的时候遇到是一些有一点黑色啊 有一点阴暗 就是有一点不是那么好的一些能量 但是为什么你会遇到 因为你是森林之王啊 你不仅仅能够战胜的是犀牛 你还能战胜阴险的毒蛇 这个是一个比喻 大家自己想一想啊 就是说 因为你很厉害 因为你最终是要把自己磨练成一个寿终之王 一个你世界的王者 所以说你可能会有机会遇到一些很难搞定的case 很难处理的人际关系 让你头很大的一个难题 为什么宇宙会丢给你这么有挑战 这么有难度的东西 因为你可以啊 因为你可以 因为你肩上的责任可能比别人更重一些 所以你需要承受的东西也会更加的多 因为你最后戴的那个王冠 是比别人更加重的东西 所以你当前可能也需要去承受一些 别人没有承受 别人没有经历的苦难和痛苦 或者是挫折 来磨砺你的心智 来打磨你啊 使你变得 使你变得圆润 使你变得优秀 the shadow 有些朋友啊 我听到就说 可能你在生活当中 或者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可能真的是经历了一个不好走的日子 这段日子让你觉得可能 看不到希望 可能会让你觉得很难挺过来 可能原本好好的突然发生了一些外界的变化 使得你就是弄得很不舒服 把你放在了一个不是很有利的位置 你可能需要去不断的改变 不断的跟一些你不喜欢相处的 不喜欢打交道的人 去跟他们相处 而且还得找准自己的定位 还得不断的去往前 所以这种生活肯定是不容易的 有些朋友可能会因为这些 能量啊 我们所谓的影子的能量 不得不促使你重新开始 不得不去激发你重新去创造一个 属于你的系统 或者是属于你的一个环境 这里可能有些朋友就会去创业 离开那个原本你觉得不适合的环境 公司 离开那个原本你觉得太辛苦 完全不能够去到达你想要的那个目标 这样子的一个道路 你们要的平台是一个宽广的 自由的可以让你奔跑的平台 而过去的那个环境 过去的那条道路太过于狭窄 太过于阴霾 所以啊我也看到很多朋友低组的 你们辛苦了啊 我看到过去一段时间 你们真的走的不容易的shadow 你们走在黑暗当中 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啊 这个shadow牌是一个逆味的 说明什么呢 说明其实这个shadow 它不是一个长时间的 它可能是一个短暂的 是一个暂时的 当你们在这个阴影 或者是影子当中 去不断的突破自己 心中仍旧保持光明的时候 你们将越来越接近 你们的目标和理想 第四张牌 风元素七 有的时候啊 这边第一组牌的朋友 有的时候啊 生活确实是不容易的啊 有的时候可能 这种成功感在于 你可能不仅仅要和 你觉得志同道合的朋友 去一起组建团队 有的时候你可能也需要跟一些 你不喜欢的累劲的人啊 或者是做一些 你不喜欢做的事情啊 比方说有的时候 在这个公司里面 在这个团队里面 可能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 让你觉得头很大 或者是让你觉得就是跟他不合啊 可能是性格方面的 可能是这个三观的 对吧 完全不一样 所以两个人怎么能够成为朋友呢 就很难啊 但是尽管这个样子 你看风元素七 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 你们在不断的去突破自己的极限 可能有些人际关系 确实是让你们头大 让人觉得很难搞定啊 有些人是没办法 但是你不得不去跟他连接 因为你做的这件事情 你要完成了这个作品 不得不去 我们所谓的 需要去借用他们的资源 或者是你需要和他们去合作 那么我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 你们在改变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加有适应性 让自己更加就是有的时候 会让自己就是低一下头啊 低一下头 我知道你们是老虎 你们是豹子 但有的时候啊 面对特别的人特别的事 不得不低头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你们正在不断的去学习 怎么样让自己可以 在这个大的环境当中啊 我们所谓的顺势而为 还有一些朋友啊 我听到就是在你们的这个生活里面 你们可能更加喜欢做的事情 是那种和你心意相合 或者是你很想去做的这个事情 就是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但是啊 这一个大的团队 这个大的项目 大的公司的管理 它不仅仅是你喜欢做的事情 还有一部分是你不得不做的事情 比方说可能是这个管理 可能是打杂 可能是后勤 可能是这个运输 等等等等 总有那么一部分的事情 不是你最擅长 不是你最喜欢做的 但是你看第一座牌的朋友啊 我觉得你未来的这种成功感在于说 你会变得更加的有资源 资源在于说你知道怎么样去把你 需要去分配的事情给别人 或者是把你不擅长的事情给别人做 组建一个团队 能知人善用 知人善用 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当前啊 如果你听这一期占目 你还是就是早期年龄还小的话 那么慢慢慢慢你就知道 你会不断的去提升自己 去想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在这个环境里 在这个团队当中 更加轻松的度过 更加快的去接近你想要到达的高度 你想要去成就的理想 你想去完成的一番事业 第五张牌 这个是9 of acorns啊 这个就是火元素9了 这什么意思 第一组牌的朋友啊 其实你们最终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人 这种力量在于说 面对生活 面对人际关系 面对事情 面对重大的决定 你们是有自己的观点 你们有自己的判断 你们不会在一个比较孤立或者是比较我们所一个人呢 隐居生活 我觉得你们可能更像是在一个团队里面做一个领袖 或者是在一个大的工作室里面啊 这是有一定的话语权 你们要做的可能会是保护别人 领导别人 在这里 你们既然要到达那种高度 所以可能在这个环境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也需要去承受很多 别人没有承受的 或者是忍耐很多 别人不需要忍耐的 想要有一番作为 想要有一番成就啊 第一组牌的朋友 就是没那么轻松 也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轻松 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看到这里啊 我们出现了一个巨蟹座 出现了一个摩羯座 还一部分的朋友啊 我觉得对应在生活 如果说比方讲事业 工作室团队公司 不是你的一个最终想去的方向 可能有一番朋友 可能会选择在一个家庭里面啊 如果是在家庭里面的话 那么最终这种成功是 你会成为一个大家长 这个大家长是你是一家之主 家人啊 我们所谓的上有老下有小 他们需要听你的 并不是说你很强势 你很凶 而是说你以德福人 你知道怎么样去为他们着想 你知道怎么样去平衡 孩子 爱人 或者是老人小孩 他们之间的需要 他们的诉求 所以这个在家里当大家长 也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事情 第一组牌的朋友啊 有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去 我们所谓的撒一个善意的谎言啊 不是说去骗别人 而是说为了让大家都能够和谐 和睦的相处 可能最终最受委屈的那个人啊 我这边看到 有部分好像可能会就是自己受委屈 选择让自己受委屈 但是你的委屈最后是成就了你 在这个家庭环境当中 你是大家最需要最依赖的那个人 你也是大家最尊敬 最敬重的那个人 所以你在家里有话语权 所以你在家里有决定权 第一组牌的朋友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语卡啊 看看有什么补充信息 未来的你有多成功 我们来问宇宙 好 第一张牌 psychic protection 灵性上的自我保护 嗯 这张牌是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啊 你们的这种成功感在于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你们会越来越知道怎么样去保护好自己的能量 什么叫保护好自己的能量啊 比方说啊 在生活当中 无论是在哪个地方 可能都会有一些人会对你有所诉求 需要你做这件事情 需要你做那件事情 无论他们来自于公司的 生活的 家庭的 朋友的 对吧 等等等等 这种成功感在于说 你不仅仅有一颗很善良的心 你愿意去帮助别人 同时 你还知道 在帮助别人之前 想一想 你自己是否是能量足够的 你是否能够支撑这件事情 所以在适当的时候 第一组牌的朋友 你会发现 你知道 也敢于去 say no 学会拒绝 拒绝也是一门一输 不是说你 自私不想帮助别人 而是说 你可能有的时候 太过于想帮助别人 甚至是 我们所谓的 亏自己的能量 去帮助别人 这样是不行的 因为长久下来 你会受不了 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 第一个能量就是说 你慢慢慢慢的 这种成功感是 你知道怎么样去 在这个社会的大的环境里面 保护自己 有些朋友可能会在工作当中知道 不是所有的诉求 你都需要去接的 不是所有的工作 你都需要去 积极主动的要去做的 有的时候 可能不需要去 太过于表现自己 因为你知道 你的这个节奏感在哪里 对吧 你对自己的生活 是有一个节奏 有一个计划的 所以你就懂得去保护自己 不是说所有的要求 来自于老板 你都说好好好 不可以 也不是说 所有的要求 来自于你团队里的 比方说 你去带领的那些队员 他们要 你怎么怎么样 需要你怎么样 你就无时无刻都到他们身边 这样也是不行的 有些朋友啊 可能会在家里啊 或者是在感情当中 人际关系里面 朋友之间的 你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你也是一个很好的恋人 你也是一个非常会照顾别人的家人 家里的一员 但是你知道 无论是谁 对你有所诉求 对你有所要求的时候 你都要知道 要保护好自己 你当下的能量 你当下的自己的状况 能不能够去接这个担子 如果不可以的话 你就会慢慢的学会怎么样去通过一个沟通 通过一个表达 让对方知道 你能做的 你不能做的 你当前能够承担的 以及你不能够承担 不能够接受的 这是一种智慧 保护自己 对吧 第一组牌的朋友 好 这是第一个 所以有一部分朋友 我觉得这个能量 其实我听到的 除了我们所谓的学会拒绝有爱 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在这个事业领域里面当一个疗愈者 作为一个疗愈者 是非常需要去保护好自己能量的 第一组牌的朋友 这个疗愈者可能是身体方面的医疗师 物理治疗师 有的时候可能是心理方面的心理咨询师 对吧 你要知道在什么时候你需要去保护自己 在你去帮助别人之前去考虑一下自己是否当下是可以完成的 如果这个工作这个负荷过于高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时候要学会释放什么时候要学会 阻挡对吧这是第一个 好 所以呢这个能量出来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 你们会是一个 就是这种成功啊 就是你会被别人大量的需要 我觉得你会最后被别人大量的需要 别人就非常需要你 精神上的专业技术领域方面的 你会最后被别人 满满的需要啊来这张牌 哎这没很多算我再抽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你有多成功 ok这张 创意creativity 创意这张牌33号啊是一个master number 这个能量是什么意思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啊 你未来的这种成功感在于说 我觉得你会表达自己 活出自己 敢于的去 想自己所想 敢于的去做自己所想去做 敢于去完成自己想要去完成 真的有一部分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去创业啊 开自己想要去开的公司 去保护自己想要去保护的人类或者是其他的族群 在你们的生活当中你们的早期阶段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循规导句 或者是说你要去听别人的啊 听别人的意见听别人的教导 但是当你们人生到达一定的时候啊 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会有自己非常强烈的观点跟想法 你们在早期去听别人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其实也是去形成你自己的一套思维 模式的一个系统 你将更加清楚这个系统哪里有问题 哪里需要去补足 哪里需要去提升 哪里需要去改变 哪里是需要你或者是你想去创造的 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这边这种成功感在于说 你们会按自己的心愿去创造一个东西 可能会自己组建团队 可能自己去开发一个品牌 可能会自己组建一个乐队 可能会自己写一本书 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创意 嗯 所以说第一副牌子的朋友啊 我觉得你们的能量在于说很关键的一点啊 一定要真实的去面对自己 你自己心中的想法 它很关键 有一些能量可能会就是说影响你啊 因为我看到这张影子牌 你周围可能会有影响你的人 你周围可能会有限制你的人 他们的声音 有的时候就是希望你去活成他们想要的样子 但是你知道吗 你未来的这种成功感一定是脱离这种声音 脱离他们对你的影响 不是说你不再去关注他们 不再去关心他们 不再去爱他们 而是在这前提之下 你将先会有自己的想法 先有自己的主见 你将学会怎么样去画清楚一个界线 那画清楚这个界线 从而让自己可以更加 活得轻松 活得自由 活得自我 嗯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 第一组拍的朋友 未来的你有多成功呢 我们来听宇宙怎么说 嗯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讯息啊 Family 第一组拍的朋友啊 未来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家庭 为什么 其实我都可以看到你会有一个很好家庭哦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讲过啊 在家庭里面 你知道怎么样去保护自己 你知道怎么样去和他们相处 你的爱人你的你的孩子 你的父母亲 家庭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社会 小小的一个关系的群体 你将知道怎么样去做自己 把自己的心意表达出来 同时你还知道怎么样去拒绝一些 啊我们所谓的无理的要求 或者是你觉得不能那样做 你要去拒绝要保护自己的一些事情 所以第一组拍的朋友 你将会爱的非常的有原则 爱的非常的有底线 你将是家里啊 就是别人很尊敬你的那个人 无论你是爸爸妈妈 你是老公还是老婆 对不对 无论你的角色是什么 你会发现在家里你是很有地位的 你的家人是非常尊重你的 是非常爱你的 是由衷的爱你 欣赏你的 啊幸福的家庭第一组牌的朋友啊 宇周说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未来你有多成功 我们抽两张牌吧 好好跟那个这样 自信 嗯 第一组牌的朋友啊 我看到的就是说 你的能量本身带有这种 水晶国王或者是土元素国王的特质 你们最终将会是按照你们的节奏 不会太快的 但是你们会按照自己的节奏 一点一点的稳定的前进 直到你们心中的那个目标被达成 你们的理想被实现 在这条道路当中 你们会亲身去经历很多的 变化 转折 啊突破 阻碍 等等等等 你都会经历 正是因为你亲身经历 亲身体会 亲身去克服 亲身去成功 所以你在自己的能量当中 你会越来越自信 越来越发的去相信自己 你真的可以做到 因为你做到了 那么最终你才有这个 我们所谓的资本啊 去影响别人 去教导别人 去引领你的团队 去支撑你的家庭 所以说这边就是非常强的土元素的感觉 第一组牌的朋友 无论你是什么星座 但是在你的成功里面 你有非常solid 稳定的 很扎实的 很踏实的 很稳中求进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种自信感 是能够让你最终腾飞的 力量 你会让自己长出一个隐形的翅膀 在你的身后 去支撑你的梦想 支撑你的心愿 confidence 嗯 好棒哦 好最后啊 我们看了这么多 那么当下呢 我们就来给大家看一看啊 宇宙给你的建议是什么 如何才能获得 如何啊才能获得这种成功 那么这个建议呢 是给当下的你好不好 嗯 给你的一些指引 给你的一些建议啊 我们来听宇宙怎么说 如何能够获得 这份成功 啊听宇宙怎么说啊 好 宇宙告诉我 学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啊 你有什么建议 你有什么指引 给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啊 让他们可以获得这份成功呢 哇又是一个土元素的 第一组牌的朋友 你们有一个好运 你们有一个魔法 它伴随你左右 这个魔法就是铲鱼的戒指 你们有一个铲鱼宝石 它看起来没有那么漂亮 对不对 它不像钻石那么的亮 但是呢 这个戒指啊 它是一个显化魔法石 它把你的心愿变成现实 这是多么好的一个能量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显化之力嘛 显化的宝石 所以说第一组牌的朋友啊 你们的心愿将会被达成 达成的意思就是说 它不是在你心里的 它是能够带到物质世界当中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 你们的能量当中有非常好的显化的运势 所以说无论你们想在物质世界层面里面去拿到怎样的东西 比方说获得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还是说在工作当中成为一个领导人 还是说在你的专业领域里面啊 成为一个王者 还是说你想有创意的去创造出自己的品牌 创造出自己的工作室 还是说能够在人与人之间呢 最后慢慢的越发的自我自信 不再受他们的干扰 不再被别人影响 不再被他们欺负的话 这张牌 蝉鱼之礼啊 土元素一送给你们 你们有非常好的土元素的运势 你们是显化师 你们的运势当中的好运就是 这个蝉鱼 这个魔法宝石啊 在你左右 只要你相信它 只要你愿意去感恩 生命当中给你任何好的机会 以及给你的礼物 你就会发现这种好运 会源源不断的伴随着你 不要去询问他 不要去问为什么 你就做好你的事情 把最终这个显化出来的结果 和运势交给宇宙 和他一起创造出你想要的实相 这个是第一个 好棒的能量啊 第一张牌超这么好的元素 好 第二个 所以说多感恩啊 多去想自己的心愿 然后就是踏踏实实的做事 第一组牌的朋友好运会伴随你啊 好运会伴随你 好我们来看第二张牌 这是什么 9 of visions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圣杯酒啊 嗯 水元素的九号牌 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成功呢 第一组牌的朋友啊 宇宙说让你敢想 如果你觉得当下你不够成功 或者是你对你自己的成功啊 不够满意的话啊 他不是说你想的太多了 宇宙说你想的太少了 不要去做一个小小的梦 请你去做一个大大的梦啊 做一个大大的梦啊 做一个大大的梦 你有这么好的铲鱼 幸运的宝石在这里 宇宙希望你能够 让自己的梦想更大一点 让自己更加感想一点 第一组牌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是一群 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点保守啊 很谦虚很谦卑的一个感觉 那如果你想要去更多的创造 更多的去拿到你心中的理想的话 或者是创造出你心中的理想和实相的话 宇宙说你要去敢于做梦 敢于去让自己的梦想调的更加大一点 更加勇敢一点 大胆一点去突破 去改变 去突破去改变 无论你们选择的是哪一条道路 不论这条道路有多么的高 多么的深远 多么的长远 多么的伟大 你们的这种土元素啊 会让你们一直往前进 会让你们一直在这条道路当中去 不断的前行 不断的去突破 直到你们心中那个最好的理想 最大的梦想被实现 是杯酒 所以看到这里啊 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 没什么好犹豫的 你们一定要去敢做梦 敢于去突破 敢于去想一个 你心中最最最最最最 想要成为的那个人的样子 把他们作为你一生奋斗的目标 因为你将到达那里 你可以做成 好不好 嗯 OK 那这边呢 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啊 我今天呢 帮你们所看到 未来的你有多成功的 所有的讯息和内容 那么希望这些讯息呢 能够对你有所指引 也祝福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啊 欣赏事成 美梦成真 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那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 你们呢 选择的是这个 蓝色方解石 好 放这里 那今天呢 我会给大家来看一下 解析一下 未来的你有多么的成功 我们今天呢 就来通过一下塔罗牌啊 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 和当下的你 我们相做一个对比 未来的你究竟会有多成功 是有怎样的一种成功呢 嗯 我们来问宇宙这个问题啊 好 今天我们的这部牌呢 应该是会有正位跟逆位的 所以呢 我就要这样子来写 我们来看一看问一问宇宙啊 未来的你有多成功 你会在哪些方面获得成功啊 我们来问这个问题 好 宇宙请你告诉我 选择到第二副 蓝色方解石的朋友 未来的你有多么的成功呢 请宇宙给我们指引 感恩宇宙 未来的你有多成功 嗯 嗯我们这边出现两张牌 全张二 水元素一 嗯 未来的你有多么的成功 这张牌是金币元素 或者是土元素 好吧随便放一点 嗯 嗯 未来的你有多成功 太阳牌 嗯 未来的你有多成功 宇宙呢 所给出的一个指引 好 第二副牌子的朋友啊 未来你有多么的成功 首先呢我看到是有一部分的朋友啊 我觉得你们 仿佛已经走到了自己的一个轨道之上啊 就是你们心中可能已经有一定的计划 你们对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规划 也有一定的要求 你们当下其实已经走在这条道路当中 你们在计划着 你们在想着啊 那么未来的这种成功感在于说 我听到是你会在这条道路当中 经历 体会 你想要去经历 你想要去体会的 并且呢在这条道路当中获得一种成功感 获得你想要去得到的一种体会或者是感悟 这条道路是什么 因人而异 有些朋友呢可能是在人际关系 感情关系里 有些朋友呢可能是在一项 项目当中啊 你投身的事业 你投身的项目 你投身的这个领域里面 你在为他付出 你想在这条道路当中有所成就 那么我看到是你们当前所走的这条道路 能够在未来带给你成功和喜悦 也就是说第二副牌子的朋友啊 无论你当前生活 你所选择的这条大路是什么方向 你想去把自己的能量 投放在什么样子的人 什么样子的事情里面 这条道路是属于你的 这条道路是正确的 你将在这个地方收割 你所谓自己人生的一个成就 你能够在这边感觉到快乐 感觉到成功 感觉到喜悦 嗯 这是一条阳光大路啊 第一组排的朋友 第二副牌子的朋友 还有一些朋友啊 我听到是这种成功 跟你灵魂 或者是跟一个人的心有关系 因为我看到有一部分朋友啊 就是分两种情况 有一部分朋友你们可能会 就是在累生累世啊 我感觉到你们就是生命当中 有一个跟你灵魂连结 很紧密 很紧密的一个人 这个人呢 我感觉到今生你要跟他相遇 仿佛你在过去世的时候 是不是把他弄丢了 或者是你没有找到他 那么到今生这一世来了以后 你再继续寻找的这个人的心 继续寻找的这个 你灵魂的另一半 所以这边有一部分朋友 可能适合双生火焰的一个宠具 找到你灵魂的另一半 找到你灵魂家族的那个人 有一个你丢失的东西 你会在今生你找到他 这个是我听到第二个信息 那么有一部分朋友呢 刚才我讲过这个找到的东西 可能是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就是你要跟他相遇嘛 但是还有一部分朋友 这个东西你丢失的 是你自己的灵魂的一个部分 因为有一部分朋友啊 我听到是可能在 比方说你小时候 爸爸妈妈 亲戚朋友 社会环境 老师 给了你很多的不同的影响 给了你很多不同的规则 给了你很多要求 给了你很多的限制 那些所有的一切 对于你自己而言 它并不是一个 你心里 你灵魂当中 所想要去成为的 所想要去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 你们所要寻找的是 你们自己的真实 你们灵魂当中 真正想要去做的 想要去成为的这个人 那么在这样子能量当中 也就是说第二副牌组的朋友 你们的这种成功在于 你们将在外界的影响之下 成功的突破自己 并且得到一个转型 当你们经历了这个转型 你就会发现 你生活可能会有两个章节 你的这一生会有两个章节 第一个章节可能是更多的 跟着别人的心意 跟着别人的要求 做成了别人心中的那个 优秀的那个人 或者是他们喜欢的那个人 但是呢 到达你生命的一个阶段 你会发现 你生命当中 会迎来一个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 能够让你 走到你灵魂当中 你这一生 你原本计划好 要去走的那条路 你将在那个地方 寻找到迷失的自己 这是第二个信息 有些朋友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们的这个成功感 在于说 你终于走上了自己的轨道 终于成为了那个人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天赋 终于找到了你 来到这个地球之前 给自己做的一个计划 你想要去尝试的 你想要去体会的人间故事 嗯 那么最后一个信息啊 这个成功感是什么感觉啊 我看到有一部分朋友啊 嗯 我觉得你们在寻找一个 怎么说呢 有一部分朋友啊 我觉得你们在寻找一种归属感 这个归属感是什么样子的啊 不是说你没有人 有一部分朋友可能真的是 可能小时候就是缺失亲情 或者是你在朋友之间 就是没有得到很好的 嗯关注 因为小的时候在结交朋友的时候 可能就是没有遇到那么棒的朋友啊 可能遇到了一些对你不好的人 可能遇到了一些 我们所谓的欺负你的人啊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些经历里面 包括你啊 读书啊工作里面 可能遇到的一些朋友 如果是你觉得不是很好的 或者是你觉得你不喜欢的 跟你不契合的 那么我还听到一部分朋友就是说 这种成功感在于说 你将最终啊能够找到这种归属感 其实第二副牌族的朋友啊 我觉得你们真正跟你灵魂契合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灵魂家族里的那些人啊 他可能跟你想象的有点不同 跟你想象的不同 他们可能和你是来自于不同的家庭环境 不同的社会背景 不同的宗教啊 甚至是不同的宗教 尽管他们和你是那么的不同 但是你却能够在他们那里找到那种归属感 因为我们所说啊 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亲密 他其实不会被所谓的文化宗教 家庭环境社会背景 教育背景所限制 他是一种我们所谓的认同感 他们认同你吗 你认同他们吗 这可能是你我们所谓的人啊 最核心当中的一些个性方面的 比方说有些人他其实是喜欢张扬个性的 但是他所生活的环境可能一直都是 让他去寻规导具 那么他所谓的张扬个性的那种 灵魂当中的召唤 以及他想去彰显的个性 是没有办法在那个环境当中得到一个体现的 所以也许当他出国 或者是当他去到另外一个新的环境 在新的环境里面大家都去张扬个性 或者是那个环境认为张扬个性是对的是好的 那么你将会在那个新的环境当中 找到自己的那种归属感 对吧 他并不是说 你跟他相处的时间有多长 他对你的生活有多么的了解 你们就能有多么的亲密 有的时候这种亲密 其实就是一种无条件的认可 这种亲密可能就是那种说不上来的啊 灵魂的契合 你欣赏着我我也欣赏着你 无论我们是多么的不同 但是我就是觉得你很棒 对吧 嗯 无条件的支持 所以说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啊 我觉得你们的这种成功感 他跟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很不一样 他不是说单单局限于一个什么事业工作 或者是个人成就 我觉得第二副牌组的朋友 你们这边有一些有关于 有些朋友可能是感情当中的 是双生火焰的 是你啊 灵魂的另一半 或者是找到你自己灵魂当中所迷失的 你要去经历这样子的转型 有一些朋友呢 其实是在一个环境当中啊 要找到自己的归属感 你要去成功的迎接自己的不同 拥抱自己的不同 同时你也去愿意拥抱别人的不同 有一颗更加开更加大的心 去接受和容纳我们更大的世界 所以第二副牌组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的成功更加的大 他的方向更加的远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首先是第一张牌啊 这里是全战二 有一些朋友啊 其实我看到的是你这一身所谓的这种成功感 他不一定是让你放在一个很大的团队里 或者是把你放在一个人群当中 你是那个啊 我们所谓的明星啊 或者是你是那个最最最核心的 或者是你是那个领导人 他并非如此 我觉得第二副牌组的朋友 其实你们的这种成功感在于 你不要那么多的朋友 你也不需要那么多的朋友 但你需要一个真心 你需要一个能够把后背交给那个人的这种信任和忠诚 也就是第二副牌组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的这种成功感在于说 你们将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啊 当你去往前走 你会遇到一个跟你非常灵魂契合的人 可能你不需要全世界 你只需要他一个人 这个人既有可能是同性的 也有可能是异性的朋友 当然他也有可能跟你发展成情人 甚至是家人 所以这种成功感在于说 你将找到你灵魂的另一半 或者是你灵魂家族的那个人 找到这个人和这个人连结 你就会发现他完整了你的世界 他就是你世界的全部 而这个人 对于你的看法和你一模一样 他也不需要太多的朋友 他只需要你一个 所以你们两个人在同步性当中 是非常非常吻合的 所以有关朋友 如果当前你会觉得 比方说你觉得有一点孤单 你觉得好像在生活当中 你很需要一个真正懂你的人 这个人不一定就是我们所谓的家人朋友 知道你的过去 而是说这个人他无条件的接受你 刚才我讲过 无条件的接受你 无条件的爱你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第二副牌组朋友 如果这是你心中所想 这也是你一直所渴望的一种生活状态的话 那么宇宙当前其实有一个建议给你 就是你要打开自己的心 这一个跟你特别契合的人 他未必是你本来圈子里的人 他的性别 你也不能够太 我们所谓的一定要是同性 或者是一定要是异性 他都有可能的 所以我感觉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 你们这一生 这种成功感在于说 你能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 甚至是自己的双生火焰 你能够和他们重聚 你能够和他们在一起 这个你迷失的 你丢失的他 将会在这一生 你要找到他 你会遇见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看这里 水元素一 第二副牌组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内心是一个小孩子 是一个很可爱 很有灵气的小孩子 所以呢在 我们所谓的成功感里面 我觉得这种成功感对于你而言 我看到的是 它会是一种情绪上的满足 它是一种心情 它是一种 我们所谓的多方面促成的 一个你心理上的一种快乐 喜悦 第二副牌组的朋友 我看到是你们未来的这种成功感 在于说 你会非常 自由的 你可以自由的去爱一个人 你也能够轻松而简单的去接受别人对你的好 这件事情可能听起来觉得很简单 但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随着我们的阅历 随着我们到社会当中去行走的时间越长 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的轻松 看你自己 看你自己的心态 所以这一切也来自于你自己内心对自己的一个定义 嗯 第二副牌组的朋友 这一生你会有一段非常好的友情 可能这个人跟你就是一辈子的朋友 但是也有可能这个人最终会成为你的爱人 你的恋人 甚至是你的家人 这是你成功里的一部分 啊 那么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呢 在这里啊 还有一个很小的族群啊 要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你们的灵性天赋很高 你们的灵性天赋很高 能够让你们很轻易的啊 跟别人产生共情的一个情绪 你的同理心很强 你能够感受到别人的情绪的变化 甚至你可以听到别人的心情 这个能力呢 是嗯 你本来就有的是你天生的啊 我们所谓的有灵性的一种感觉 所以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走上一种 灵性疗愈 或者是说 在灵性方面去研究去 修炼自己啊 可能最后会走到一条 比方说灵修这样子的道路里面去 啊有少部分的一部分朋友 我听到有这个可能性啊 所以呢 在灵修方面取得成功 或者是在灵修方面取得突破 也将是你觉得心里面啊 就是成功的一种显化 你会觉得很开心 很欣喜 更加接近你心中的神 更加接近你心中的灵 第三张牌啊 这个是金碧五的一个逆位啊 土元素五的一个逆位 在这里呢 我听到是有一部分朋友 其实你们的这种成功感 在于说你要能够被别人听到 什么叫被别人听到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有自己的诉求 都有自己的需要 在我们尤其是物质社会当中 我们是有一定的最基本物质需求的 一个保证的 我们需要这些物质 因为我们要生活在这个地球之上 比方说金钱 比方说工作 比方说生活的一个环境 可能是一个房子 对吧 那我听到是什么 这张牌啊 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啊 如果当前这些能量 你觉得你还在去 struggling 或者是你说你还在去努力 为这些东西去努力和奋斗的话 那我听到就是说 未来的这种成功感 在于你能够非常开心的 积极的接受到宇宙给你的回馈和礼物 也就是在说啊 第二副牌组的朋友 如果当前在物质层面上 你觉得有一点紧张 有压力 生活有一定的压力 那么未来的成功感是说 你能够很轻松 很自在的活在我们的地球之上 去感受你想去感受的 去体验你想去体验的 那么这一切的基础 这一切的稳定 都会在未来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 太阳出现了 好运就降临了 所以有些朋友啊 如果当前在工作啊 生活当中 物质层面里你觉得很辛苦 或者是你觉得不顺心的话 那么我想告诉你的是 在未来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 一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有些朋友呢 我听到是啊 当你可能更加去 去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去利用自己的天分和特长 去做你心中 可能一直想去做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金钱以及物质的部分 它会跟随而来 其实第二副牌组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可能不一定 就是适合在金融界 就是直接跟钱打交道 我感觉到你们的这种成功 我们所谓的物质层面的啊 它可能更加多的是一种 你去跟别人的合作 你去给别人的帮助 你给别人的咨询 你给别人提供的服务 它是一种间接的 当你把自己的能量 把自己的天分 把自己的梦想 变成现实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你会创造出价值 这些价值将会是 别人对你的感谢和感恩 而你在这个地方将会收割自己 在这一生 这个物质世界当中 你需要的财富 以及物质的基础和稳定 他们会很好 会很丰盛 而且你会做得很开心 第二副牌组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不是为钱 而赚钱的一个族群 不是为钱而赚钱的一个族群 你们需要的是更多的 倾听自己的内心 去感受什么事情 你做起来能够开心 帮助谁能够让你感觉到喜悦 有一部分可能还会去跟小动物有连结 比方兽医呀 或者是帮助小动物修理毛发呀 等等啊 就是美容服务相关的 可能你会做起来很开心 你很喜欢的 包括training训练 你去做这些事情 你会发现你不仅仅很开心 你在做你喜欢的事情 同时你还将收割很多的金钱 对 或者是说跟音乐有关的 我听到有些朋友第二组的可能跟音乐有关的 你去唱歌 你去表达自己的声音 你去写书 你去创作文字 可能也会在这个地方获得非常好的 我觉得是一种别人对你的认可 你很有天赋在这一块对不对 嗯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太阳啊 生命当中有一个转折点 你将不再去听从别人给你的声音 别人对你的要求 别人给你的希望 你将会在生命的某一刻发现 你想去走自己的路 你想去追寻你自己心中的光芒 你越是按照自己的心愿啊 去生活 你会发现你过得更快乐 你会发现你生活变得越来越简单 这张牌力量牌 第二组牌的朋友 其实无论你们是男性还是女性啊 我觉得在你们的成功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能量都是在说 相信自己内在的力量 这个力量不是说你有多么的强壮 你有多么的强势 啊 你在工作当中有多么的有威严 我觉得第二组牌组的朋友 你们的成功更加是一种 因性的能量啊 你的包容 你的理解 你的共情 你对别人的关心 你对别人的照顾 所以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们非常适合服务行业 你们在服务行业能够做得很好 你们很会一对一的跟人打交道 用你以柔克刚的力量 用你的共情啊 去发挥出你的长相 我觉得有很多很多人都是非常需要你的这种能量的 他们很喜欢你的这种能量 你的能量是能够治愈别人内心的 第二组牌的朋友 最后一张牌是awakening觉醒 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啊 就是这一生的你们一定会 有那么一次让你们觉得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嗯 它是那种让你突然顿悟 让你突然领悟到生活的真谛 或者是感受到你这一生 你知道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 你知道自己要怎么做 你知道自己内心的方向在哪边 你会有这样子的一次很很棒的体会吧 嗯 这是一次经验 有些朋友可能会在明修 有些朋友可能会在比方说瑜伽 啊瑜伽的这个道路当中 看到了自己这样子的一次觉醒啊 有些朋友呢可能会在生活里面啊 而且这个生活里面可能会是在一个 物质有一点匮乏 或者是当你觉得生活有一点苦的时候 你会突然的让自己 有所顿悟 开始重新改变方向 还有一些朋友啊 这个觉醒可能会发生在 你在精神道路当中 灵性道路当中 本来就是一直去冥想啊 或者是 或者是打坐啊 这样子的一个啊 practice里面 你会突然的有所感悟 可能有很多的事情 你就会突然的在那一次看破放下 所以说第二组牌的朋友啊 你们的成功在于这个分叉路口 你要怎么样去做一个选择 做一个抉择 当你们知道这个方向的时候 你们走上去就是非常非常的顺利 而且是非常开心的 嗯能够找到这个你们丢失的 你们一直想要去寻找的东西 第二组牌的朋友啊 好 卡路牌我们讲到这里啊 现在我们来看神语卡 好你就告诉我第二副牌组的朋友 未来的你有多么成功呢 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宇宙 第一张牌是justice 嗯公平和正义啊 这张牌呢我听到是第二组牌的朋友啊 我觉得你们心中有非常强烈的正义感 你们看不得别人受苦 你见不得别人受委屈 你们的强大的共情能力啊 就是会让你们很感性 感性完了以后 你们再用自己的理性 用自己的能力 用自己的判断去做出你们可以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所以第二组牌的朋友 我觉得服务领域的工作真的很合适你们 有些朋友可能会去当法官 做律师 比方说家庭法 婚姻法 包括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crime 犯罪啊等等 你就是想帮助那些受到伤害 得到不公平对待的那种弱势群体去帮他们 去给他们安慰 去给他们这个支柱和支持 对吧 justice 这张牌呢因为justice这张牌呢我们啊 在那个塔坡里面也对应的是天秤座 所以也是跟人际关系有关 所以说第二个牌座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这一生就是说这个成功感在于说你们怎么样去平衡 你和另外一个人 你和另外一个族群之间的能量的和谐和对等 可能这个另外一个能量另外一个人是你的家人 可能是你的朋友 可能是你工作的伙伴 可能是你的老板 可能是你的团队 怎么样去平衡他们 怎么样让大家都能够在一个和谐的可以共处的环境之中 共存对吧 共存非常重要 嗯 所以说第二个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呢就说 嗯你们的心很大 我觉得你们的包容心很大 或者是说在这条成功的道路当中 你们会越来越有包容心 越来越有同情心 当你们的心变大的时候 你们的眼界就会变宽 你们的格局就会变高 啊 这种成功感就会随之而来 好不好 嗯 来我们来看这个啊 passion 这张牌是什么意思啊 这张牌呢我听到第二个牌的朋友啊 就说 这种成功感在于说你将遇到一个你很爱的人 让你怦然心动的人 让你可以为之奋不顾身不顾一切的情感关系啊 passion 可能第二副牌的朋友啊我们所谓的啊 在感情里啊如果你遇到了他 遇到他以后你会发现其他的人都是将就 你是不能将就的 所以说第二副牌的朋友在你们的感情世界里面 我真的觉得有一个人 在你生命当中他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 你要找的就是他 eleven 双生火焰 嗯双生火焰这个能量出现 有些朋友可能是灵魂伴侣 去 找到灵魂的另一半 找到曾经你跟他啊 是抓住彼此的双手 但是你们可能走散了或者是走丢了 这一生你知道他会来到这个世界 你知道他会来到你身边 所以你会奋不顾身的 不顾一切的想要去跟这个人重聚 passion 只有遇到了这个人 你的热情才会真正的我们所谓的升起 你才会真正的爱上 所以单身的朋友啊 如果说你单身是因为 你觉得你没有遇到一个让你 可以去奋不顾身 不顾一切爱的这个人的话 那只能说明你还没有遇到他 所以不是说你没有桃花 也不是说你有什么不好 我只是看到单身的朋友 有可能你这一生 你要遇到那么一个特别重要的人 所以说在遇到他之前 不要紧张也不要忧虑 你会遇到你的这一生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段 非常棒的缘分啊在这里等你 你要找到的就是这一个人 ok 好 最后一个是这个啊 嗯我们来看一下 好未来的你有多么的成功 我们来问一周 又是两张牌你看 love fertility ok 首先啊我听到第一个消息 第一个讯息就很直接了 这个信息就是说你会和这个人在一起 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们这一生是会遇到自己爱情的人 啊真正的爱情 无条件的相爱 嗯 热烈的爱情啊这个是love 真正的爱真爱 你会遇到这个真爱 你会遇到的是双生火焰 你会遇到的可能是灵魂伴侣 和这个人相遇以后 你们可能会组建家庭 你们会有自己的孩子啊 fertility 有些朋友当前如果还小的话啊 就是说 我觉得你未来肯定会有孩子吧 有些朋友可能现在已经有家庭 而且遇到了 而且是有孩子了 对不对fertility 那么第二个信息啊 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们的孕育能力也很强 你们的孕育是什么 是通过自己内心当中真正喜欢的 一个对象 一件事情 一个事业 一条路 并且在这条道路当中 孕育出你想要的结果 所以说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们一定要去 我们所谓的 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啊 做自己喜欢的 做自己就是能够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在那条道路当中 你才能够得到那种幸福和快乐 你才能够感受到这种成功 嗯 所以当下你就去问问自己 这件事情 是不是你喜欢的 做这件事情 是否能够让你觉得开心的 有意义的 能不能够帮到你想帮到的那个族群 嗯 最后一张牌啊 最后一个就说 宇宙给你的指引跟建议 怎么样才能够去 收获这份成功 宇宙给你的指引是什么 你就告诉我 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啊 你给他们的指引 怎么样获得成功 这份指引跟建议是什么呢 感恩宇宙 嗯 这个是挑战的一个探寻者 嗯 我们来看第二张牌 太阳牌嗯 星象光明啊 好先看这张牌 怎么样去获得这份成功 这张牌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到一个骑士啊 他手里拿着一个盾牌 上面有一个白颜色的乌鸦 右边的手拿了一把剑指着地上 他守护着这个森林啊 这个魔法森林的入口 你看向这个人 他会干什么 他会看清楚你的心意 你来到这个魔法森林 你是想保护这个森林 还是说你会来破坏这个森林 他是森林的守护者 他也是这个森林的主人 的骑士之一 所以呢 宇宙在这里给你的指引和建议是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无论你想走哪条路 宇宙希望你能够真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 知道自己想要去保护 知道自己想要去守护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的初心是什么 你的本意是什么 你的梦想的方向究竟在哪里 只有当你明确了 这个方向 这个本意 这个动机以后 这一个 这个我们看起来有点吓人啊 这个就是没有看到他的脸嘛 那么这个骑士将会为你让道 他将把他的战马送给你 或者是借给你用 你可以在这条道路当中 快速的奔跑 所以说这个人啊 我感觉到宇宙给你派来的这个指引和建议 他既是一种对你的一种挑战 对你的一种质问 同时他也是你生命的贵人 所以说第二组牌的朋友 当你越发的清楚自己 你的你的这个本意 你的初心你的梦想 宇宙他给你的不会是这种 把你挡着的感觉啊 他其实是会把这个战马放在这里 等你来用 对吧 我觉得这个就是宇宙给你的建议 所以说一定要知道自己 所代表的是什么 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心意是什么 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 当你敢于去面对这个真实 敢于去拥抱自己内心的真意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啊 就像这个太阳一样 顿时明亮起来 宇宙给你的第二个指引 就是这个Sunlight 第二组牌的朋友啊 你们一定要跟着自己的心意 跟着自己的光明去走 面对生活啊 面对你自己的梦想 你一定要相信他 要信任他 太阳有的时候呢 他可能是在一个 被云朵挡住的地方 但是你心里的光明 你心里的太阳 要是日不落 对吧 不要让他落下来 当前宇宙 你看他拍了一个这个精灵啊 在吹响着这个摩迪 吹响着摩迪 它是一种频率去召唤你 让你听到自己的内心的真实的声音 去听到自己本心里的一些真实 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很积极很真实的一个个性 把自己心中的光明激发出来 让自己按照一个你觉得有爱 有善心 有热情 对吧 这个方向去走 你就会发现生活会越来越美好 而你将离你自己的成功 越来越近 好 那这里呢就是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 今天呢我帮你们看到 为了令你有多成功的所有的讯息 以及来自宇宙的指引 那希望这些讯息呢 对你是有所帮助的 也祝福第二副牌组的朋友 跟着自己的本心走 创造自己理想的世界 好了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边 拜拜 哈喽大家好 那欢迎选择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 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 蜂蜜方解石 好把这个放这里给你做参考 那今天呢我们是要来连结宇宙的能量啊 帮你看一下未来的你有多么的成功 首先呢就让我们来通过 陶楼牌 连结宇宙的能量啊 来听听看 这种成功啊 这种成功的感觉在你的生活里 它对应的是你生活具体的哪个方面 哪个层面 和你当下 情况来看 未来的你啊相比之下是多么的成功 这种成功会体现在哪里哪些方面 啊 我们来问这个问题哦 好 好 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哦 黄色 蜂蜜方解石的朋友啊 我们来问宇宙 未来的你有多成功 相比于当下啊 相比于当下 以及你未来这种成功的 地方 它具体会在哪里啊 那我来帮大家找出这个成功的 地点 或者是对应在你生活里的方方面面 首先那是judgment 未来的你会有多成功 哦 我们来问宇宙这个问题 嗯 好 恶魔的逆位 未来的你会有多成功 请宇宙给我们指引 嗯 嗯 好 圣杯二 然后这个牌下面其实还有一张 就是这个权杖逝者 嗯 未来的你会有多成功 请宇宙给我们指引 金币逝者的逆位 嗯 未来的你会有多成功 好 请宇宙给我们指引 权杖鸡 好 好 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哦 我看到未来的你 的这种成功的感觉啊 他只是一种 你对于当下自己生活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知和判断 这张什么牌啊 我就听到第三组牌的朋友啊 在未来 你会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很明确的判断 你会对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认知 嗯 这种判断跟认知 他并不是说 一开始你就知道你想要什么 或者是一开始你就懂得自己 想要成为怎样的人 这种认知和这种判断能力啊 其实是通过你在当下生活里 你去经历 你去体会 你所得到的一种结论 这张牌审判牌啊 我感觉到第三组牌的朋友 其实呢 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从当下到未来 我觉得你们有一条比较长的路 会让你们去体会各种各样的人事物 你们会去体验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 你们会去探寻 你们真正想要去获得的 或者是你们会去探寻对于你们内心当中 什么样子的能量 才能够使你们觉得心安 理得 什么样子的 地方 才是能够让你们真正平静 感觉到美好和幸福的 它不是一开始就那么的清晰 而是你们要通过这一路的探寻啊 去得出这个结论 恶魔牌的一个逆位啊 有些朋友呢 其实我会感觉到 在你们的能量场当中 你们其实有的时候 可能会需要走到一个 我们所谓的啊 我们所谓的 可能不是很正确 或者是说 不是很对 不是很健康等等 就是类似这种地方 你需要跟恶魔有一个 我们所谓的交换 跟恶魔交换的是什么 可能你会在生活的某一个地方 发现有一个东西你很想去得到 或者是说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习惯 你无形的啊 就走到了那里 可问题是 这一个所谓的恶魔的吸引 或者是恶魔给你的诱惑 它不是说让你进入到一个 你觉得好像没有办法自拔 或者是你觉得好像很难受 很难熬 而是我看到的是 这个恶魔的出现 它其实也是你生活里面 一个转型的契机 这一张牌啊 对于不同的朋友 可能对应的是完全不同的讯息啊 有些朋友当你们遇到这个恶魔诱惑的时候 可能会是一段感情关系 但是有些朋友呢 遇到这个恶魔的时候 可能你会遇到的是一次 对你自己道路选择的执着 可能很多人都说你不要这样做 那个公司不值得你这样为他努力和付出 那个人不值得你为他忠诚等等啊 很多很多的讯息了 但是呢 我听到是 你们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判断啊 去选择你觉得对的东西 对的是 对的人 在那里去跟他们连结 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事啊 当时觉得很好 但是反过头来可能会发现 哦 这条路 这个选择 这个人 可能对于你而言真的不是那么健康 不是那么的好的 你们需要自己懂得自己明确 才能自己走出来 所以说第三组牌的朋友啊 这张devil的感觉 我觉得你们的生活里面 所谓的这种成功感 就是你们会在 当下和未来的一段路啊 你们会体会很多的东西 也就是说你们会亲身经历很多的事情 这些事情能够让你们彻底的觉悟 这些事情能够让你们真正的懂得啊 比方说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健康的 什么是为你好的 什么是不适合你的 嗯 什么是好的生活习惯 什么是不能够养成的坏毛病 就是我觉得你们其实是 真正的在体会生活啊 而且呢很多朋友可能会 不小心就是走到一条 非正确的路线 然后感觉一下哦 这个不对 然后马上拉回来 然后继续朝你们所谓的正确的方向进 发 嗯 第三张牌 圣贝二和全杖势者 这两张牌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未来的成功感 对于第三组牌的朋友 跟你们的感情是有很大关系的 圣贝二是什么意思 有一部分的朋友啊 我听到是 你们会遇到自己的灵魂伴侣 这个人跟你在一起呢 会就是和你携手吧 去探险 一起去探险 那么这个灵魂伴侣的出现 是在离开你的业力 离开恶魔对你的诱惑之后出现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有些朋友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圣贝二是说 你将在生活当中 遇到一个特别懂你的人 这个人他不一定一定就是说 限制在同性或异性里面 他也有可能是一个你这一生会遇到的好朋友 一生的知己 那圣贝二你将从这个人身上啊 你会发现你好像 愿意为他打开自己的心 这个人他也是啊 无条件的敞开自己的心扉 和你做这个连结 权杖势者 这个人无论是以知己 还是以恋人的方式在你生活中出现啊 权杖势者在告诉我 你跟他有很长的一段缘分 如果这个人是朋友的话 有可能他会陪你一辈子 至少是五年十年二十年这样子 长时间的友谊 如果这个人是恋人关系的话 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会一直陪你 我们所谓的从好朋友变成恋人 从恋人变成家人都非常的有可能 权杖势者 你们的关系其实是有很多可以去进阶 可以去就是往上加的那种感觉啊 看你们想就是看你们遇到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看你们两个人希望这种关系可以走到哪里 但是我听到是你这一生正中 你这一生当中的成功啊 在于说你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人 嗯 这张牌金币逝者的一个逆位 这张牌是什么意思啊 这张牌其实出来的时候呢 我听到是第三组牌的朋友啊 你们这一生的成功还跟你们的学习有关系 嗯 第三副牌组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的学习在于一个更高阶的 嗯求知欲 这种学习它不仅仅局限在课堂学校 我听到是啊 因为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会进入到这个恶魔的 这个我们所谓的啊 环境里面啊 就是在恶魔的世界里你们会走一遭 当你进入到这个恶魔的世界里面以后呢 你会发现自己的欲望 你会发现自己的痛苦 你会发现自己的恐惧 你还会发现自己想要去跳出恶魔的那种希望 在这里你看金币逝者 你们会通过自己的一个觉知 通过自己的一个审判之力啊 就是你开始认知了嘛 你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 你需要怎么做 你想怎么样去变好 你就会去求知 你就想去得到更多的智慧 来帮助你做出判断 可能你会经历的是一些比较复杂的人际关系 可能你会看到一些人间有一点丑陋的啊 我们所谓的人性的真相啊 有一些人性的方面可能不是那么的美好 但是金币逝者是什么意思 逆味的 就是你会通过自己的努力 学习 探究 研究 读书 对吧 来发现啊 我们所谓的人生的真善美 你不是说在恶魔当中就是被囚禁起来 因为这张恶魔是一张逆味的 说明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要进入恶魔的世界 并且斩断恶魔对你的枷锁 有句话是怎么说的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啊 没那么恐怖啊 第三组牌的朋友 就是我觉得你可能会 这一生当中你的成就来自于那一段人生的黑暗期 在那一段人生的黑暗期里面啊 你将有所感悟 在你经历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痛苦 或者是你觉得很难 但是一旦当你走出来 你就会发现那一段时间 你个人的成长 你个人的一个觉悟 你个人的一个觉醒 是进步最快最一个最大的 金币逝者的逆味 最后一张牌是权杖七 这什么意思 当你从恶魔的这一次考验啊 当中走出了以后呢 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将到达你人生的一个高度 并且你会在那个高度 稳稳的站住脚跟 所以说 这个所谓的devil啊 我们所谓的这个黑暗的能量啊 在你生命当中的哪一个部分 那么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的成功就对应在哪一个部分 比方讲啊 有些朋友可能会经历一段失败的感情 在那段感情关系当中 你爱的很执着 爱的很勇敢 但是可能你伤的也很重 可是呢 这种成功感在于 当你从恶魔的这个考验当中出来 觉醒以后 你就将收割一份非常幸福和美好的爱情 或者是恋人 有些朋友啊 这个devil 可能是 工作当中啊 一个很有挑战的事情 一个你很执着的事情 你非常想突破自己 你非常想到达某个高度 你非常想做成某一件事情 但是当你做过去或者是走进去以后 你就会发现自己的本心和真心到底是什么 在恶魔的炼狱当中 你将感受到怎么样啊 通过怎样的办法 通过怎样的处理方法 通过怎样的一个思维的导向 能够让你挣脱这种所谓的不健康的消极的能量 对你的影响 所以呢 当你走出来以后 你将非常清晰的懂得怎么样去应对 怎么样去 嗯 和他们相处 这个是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 所以说在工作当中呢 有一部分的朋友啊 我觉得要么呢 你们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 就是说痛苦的日子走出来以后呢 你就知道怎么样去应对他们 从而呢你就不再去害怕 也不会再去迷茫 可是呢有一部分的朋友啊 我觉得你们也有可能会去转变自己的方向 可能你进入到一个水比较深的环境以后 你知道那个水很深 你知道那个水很黑 那么从而你的领悟和觉知是 你其实心里想要的是更加简单轻松 光明的东西 所以你有可能会去完全改变自己的方向 最后一张牌啊 权杖七 你其实呢会在你所选择的环境 你会在你所选择的道路当中有所作为 啊权杖七 第三组牌的朋友 我觉得在你们的能量场里面吧 有一股力量啊 这股力量啊 这股力量就是外界环境对你的影响 这个能量它一直在你们的能量场左右 所以说第三组牌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的这一生其实 嗯跟你们有缘跟你们有业力的 人事物还挺多的 所以说你们这一生当中 无论遇到怎样的机会 无论遇到怎样的人际关系感情关系 它可能都是你这一生当中 你到来之前就选择好想要去体会 想要去考验自己的种种 judgment 业力大十字架啊 所以说很多事情在你们身边 它的发生和出现 并非偶然 那么既然是这个样子 第三组牌的朋友 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 无论在你生命当中所经历的 将来会体会的将来会经历的是什么 你要相信自己 你一定可以斩断这个枷锁 你一定可以让自己 在所谓你觉得最难 最有挑战最痛苦的地方 成功的转型 浴火重生 并且在那个地方 你将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我觉得这就是你这一生当中 非常精彩的一个篇章 非常的精彩 好 这边呢我来抽两张牌 宇宙告诉我选得到第三组牌的朋友 未来的你有多成功 请宇宙给我指引 感恩宇宙 ok 正好两张牌啊 第一张牌是Dragonfly 蜻蜓 你将给这个世界带来光明 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将给世界带来光明 而你所带来的光明 它是从黑暗当中 蹦发出来的 第三组牌的朋友啊 如果真的像我刚才所说 你们这一生当中 可能在过去你已经发现你有经历一些 可能你觉得是有一点业力的啊 我们所谓的你觉得不公平的 你觉得不可思议的 你觉得为什么会是你的 类似这种情况发生 那么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但是 越是在黑暗的地方 你的光明 其实才会越亮 而你在黑暗的地方 所体会的一切 你在黑暗当中 所体会的 我们那种慈悲善良 以及你在黑暗当中 所找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都将会成就未来 这个成功的你 所以这张牌Dragonfly 你就是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光明的人 啊 光亮 轻盈 这第一个 第二张牌 迷宫 他说的是转型到一个更高阶的存在 提升你自己的能量的频率 并且 开悟觉醒 对吧 所以说第三组牌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的这种觉醒之力 是非常强烈的 你们将会在这一生当中 觉醒 彻底的觉悟 judgment 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啊 这一生当中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事件 这个事件呢 它是一种 仿佛啊 就是说会把你放在一个 比较有考验的地方 就是去考验你 或者呢就是去给你一些 你觉得很痛苦啊 不好走出来的一些机缘吧 那么在这些机缘当中 它其实是一个业力的指引 就是会把你投放在这个业力的大火当中 让你去 我们所谓的 去感受 去觉知 去看到自己本心当中 你真正想去做的事情是什么 当你在业力的大火当中去 我们所谓的 考验啊 就是经历这种考验的话 那么你才能够真正的把自己锻炼成一个 厉害的人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故事就是 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是那个孙悟空啊 他在那个炼丹炉里面 后来他就成就了自己的火眼金睛 对不对 所以说第三组牌的朋友 这两张牌一出来 我就非常有感觉啊 我就感觉到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这一生当中 可能有些朋友听到这里都很想哭泣和流泪 因为可能你们曾经经历了这种业力的大火 或者你们当下可能也经历了这些业力的大火 对你的考验 你会觉得很痛苦 你觉得很难熬 但事实上 你的成功和成就 来自于这一段的黑暗期 来自于 来自于这一段的 我们所谓的业力对你的考验 因为你将是从黑暗当中 迸发出来的孙悟空 你的无所不能 你未来的成功 都是在这个地方 你去学习到的本领 你去我们所谓的积攒出来的经验 所以等到未来啊 我们所谓的成功的人 他不是轻轻松松的 随随便便的成功 等到未来你回头来看 当别人表扬你 当别人赞美你 当别人羡慕你的时候 当你站在一定高度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一切都是归功于当时 你受了那么多的苦 你受了那么多的罪 所以说你有当今的觉悟 或者是未来 我们回头来看 你有将来的觉悟 你有将来的成功 这都是顺其自然 这都是你应得的 嗯啊 这个就是我看见的一个能量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讯息 我们来听宇宙来告诉我们啊 未来的你会有多么的成功 我们对应一下生活当中具体的层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副牌组的朋友 未来的你有多成功 所以说你看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啊 最后会走上一条 我们所谓的 嗯 是叫什么路啊 单词怎么讲的 英文单词当中 朝圣之路啊 这条道路是朝圣之路 你们会走上自己的朝圣之路啊 就是一条很长 很远 但是又很神圣的道路 第三组牌的朋友哈 嗯 第一张牌啊 未来的你有多么的成功 这里是宇宙的指引 啊 宇宙的指引 明明当中就有所注定啊 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的业力能量是比较强的 也就是说有些东西 他是早已命中注定 啊 你来到这个地球当中 或者是你来到地球之前 你可能就已经想好了 OK 我要去感受 我要去承担 我要去有所感悟 所以你看你的成功感在于 宇宙的指引 你是宇宙的信使 宇宙就是你 你就是宇宙 你来到我们的地球 来到我们的人间 你能够说出和宇宙能量 相匹配的能量 或者是话语 所以当你从这种炼狱场里面出来以后啊 第三组牌的朋友 这种成功感在于 你会成为你的智者 你会成为我们地球的智者 你会散发出你的光芒 你会把积极的勇敢的力量带到我们的世界 你的传讯是清晰的 你的传讯是慈悲的 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啊 其实这个成功感可能会对应的方面 比较的大 比较的宽 比较的广 它是来自于一种 你曾经最痛苦最难熬的地方 当你走出来以后 你就能够帮助曾经那个痛苦的族群 你就能够去感染那些 我们所谓的痛苦的人 人们啊 把那个在受难的人们那个地方 就是把他们给 嗯 帮助他们 给他们指引 给他们方向 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 可能有一些朋友这个 你们可能会去做一些传道啊 比方说 宗教的 非宗教的 我们人类 这个生活有关的 咨询的 心理相关的 或者是说 生活相关的 理疗师 医疗师等等啊 divine guidance 你会成为别人的指路人 所以说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会有一定的高度 这种成功感可能会是 嗯 生活和你工作之间的结合体 有些朋友可能会成为一个情感专家 啊 因为你曾经在感情当中 可能就是沦陷的很深 所以你知道这个感情是多么的伤人 你知道这个感情如果选错了人 或者是选错的方向是多么的痛苦 有些朋友可能会成为疗愈者 可能曾经在这个我们所谓身体病痛当中 备受煎熬 可是你们却成功的站了起来 所以你们会成为那些病痛者的理疗师 身理上的心灵上的对吧 可能有些朋友曾经在小时候受到了 就是不公平的对待 或者是在这个校园里面 就是被别人欺负 所以说当你们遇到 爱你们的人支持你们的人的时候 你们是格外的珍惜 而且在你们未来的工作和事业领域当中 你可能会选择这种啊 能够去帮助曾经那个受伤的你的 那个族群里面去啊 去给他们光明 给这个世界带来光亮 所以有可能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的这种成功感在于精神层面的 可能你们会成为 我们所谓的啊光之工作者 ok 第三组牌的朋友 非常有这种光之工作者的感觉 好我们这张牌看一下 然后我们是什么 这张牌真爱来到我的身边 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今生将遇到真爱 属于你的真爱 嗯 你们珍惜他 啊 因为我看到就是有一部分朋友 在感情里曾经啊 真的是备受煎熬 或者是当下可能有一些朋友正在经历这种 恶魔啊 业力大火的一个考验啊 但是你要相信啊 你的这一生当中这种成功感 他反而是在感情里的 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 如果你们想去对应这个具体的能量的话 就是你们觉得越痛苦的地方 越难熬的地方 反而这个地方最终会是你们最强的地方 嗯 有一种土星的能量啊 对 这个成功是不容易的 这个成功可能是让人觉得很煎熬的 但是这个成功啊 他的这种煎熬的力量 就推着你 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勇敢 不断的去前行 不断的去相信 所以最终你看 有些朋友在感情里的啊 最后你会得到真爱 有些朋友可能是在家庭里面的 无论是父母的 还是你的孩子的 给你的一些啊 让你挣扎的 让你痛苦的 可是最终你将获得的是 一个安全 稳定的家 这个家是什么 归属感啊 找到你心中的归属 找到你灵魂家族的 成员 对吧 安全的家 所以说第三个牌的朋友啊 如果在生活当中 我们所谓的物质层面啊 你现在就是有一点 觉得很尖的熬啊 或者是很难呢 那么你就要相信 未来你将会得到一个安全的家 因为这张业力牌啊 对于还有一部分朋友 他可能是在工作里的 你可能觉得很难搞定 很能搞定某些人际关系 很难搞定某个老板 觉得这个赚这个钱呢 怎么这么的困难啊 很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家 属于自己的房子和车子 你很努力 但是你就发现就是某些业力啊 就是让你觉得很挣扎 但是你要相信啊 这段能量黑暗期 它一定会过去 当你走过这段黑暗期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 你将遇到你生命的贵人 你就会发现 你将遇到属于你的契机 那个平台终于到来了 你曾经所受的那种苦啊 委屈啊等等 它会成就你在机会到来的时候 你紧紧的抓住 而且从此以后 你就会越来越好 所以啊 你看安全的家 你将有稳定的工作 有自己的房子 有自己的车子 安稳的 开心的生活 和自己所爱之人 好好的在一起 好 我们来看今天的副牌 未来的你 未来的你 有多么的成功 我们来听宇宙给我们指引啊 嗯 第一张牌是 梦 嗯 有些朋友啊 我觉得 这个梦境的能量在哪里啊 这个梦境的能量 其实有可能 会在你们 就是经过 或者是经历 这个恶魔黑暗期的时候 你可能在梦境当中 能够看到一些能量 这个能量啊 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 梦是什么 第三组牌的朋友啊 梦 在我们的梦境当中 我们将深度的进入到自己的潜意识 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 时间的轴线 将会被打破 也就是说 在梦境里 你不仅能够回到过去 你还能够去往很遥远的将来和以后 你将没有时间的这个我们所谓的束缚 看清楚自己业力当中 或者是你轮回当中 你的债 你的恩 你的感悟 以及祖先给你的智慧 还有你这一生 你想去完成的人生使命 那么在梦境当中 你也许能够看到自己 曾经的 或者是未来的美好 一切的东西 都会在梦里给你一些答案和指引 在梦境当中 也许你会发现 等你醒来的时候 你已经在流眼泪了 你可能被感动 你也可能看到其他人在受苦 你感到很悲悲悯 梦 等你醒过来 也许你就会发现 你更加有力量 更加多 有智慧 因为祖先已经把他的传训 在梦境当中给了你 所以说第三组牌的朋友 其实在这个能量当中 我觉得第一个 宇宙给出的肯定信息是 你今生的理想可以得到实现 你的梦想将得到实现 问问自己的心 你真实的梦想是什么呢 这一生你将梦想成真 第二个 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 如果你们就是愿意的话 从当下开始你可以做一个梦的笔记 比方说你在梦境当中看到了什么 听到什么 你的感觉是什么 把它写下来 当你一段时间有意识的去记录自己的梦的时候啊 你就会发现这种指引来自宇宙的指引 因为你是宇宙的孩子啊 Divine Guidance 宇宙会不断的给你指引给你方向 你会在这些指引跟方向当中 更加清楚自己的这条路 当你能够在一个比方说很远的很高的地方 看当下的时候 你就不会迷茫了 当你能够更加清晰的看到你的祖先啊 故人天使给你的一些我们所谓的爱的能量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你并不孤单 对吧 梦 好 我们来看最后一张牌啊 这个是宇宙给出的未来的你有多成功 嗯 好运 第三组牌的朋友啊 嗯 我听到就是你们生活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能量啊 当你 怎么说 当你在痛苦的时候啊 当你迷茫的时候 当你挣扎的时候 很巧的是啊 宇宙会在你的转弯和改变你思想的时候 马上递给你一份好运 Good luck 这个好运它是一个黑色的毛鸣啊 什么叫黑色的毛鸣 可能你在面对自己内心恐惧 那面对自己内心焦虑的时候啊 你不断的去追寻光明 相信光明 追寻勇敢的时候 宇宙就会知道你真的承受了很多 你真的受了很多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考验啊 那么你是值得被奖励的 所以你就会吸引好运 黑色的毛鸣 我总觉得这个好运跟黑色的能量 它是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说第三副牌的朋友啊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一定不要去我们所谓的嗯太感伤 或者是你觉得很不公平啊 就是你要从一个抱怨的角度 转为一种相信和信任 我记得那个在意境当中啊 曾正强教授有说过一句话 就说啊我们的祖先啊 他不是相信自己 我们的祖先是相信天 相信老天爷对不对 那么第三组牌的朋友 这个能量同样对应在你这里 比方说你一直都是很善良的人 你一直都很努力 那么你就无所畏惧 你要相信你的努力 你的善心 会被宇宙 会被天看见 对不对 那么终有一天 这个好运 它是一定会反到你身上的 所以我刚才讲啊第三组牌的朋友 这个能量可能稍微有一点就是 dark对吧 你的好运你的成功 会在你最觉得痛苦最经历磨难的时候 或者是当你觉得真的是这一块人生是你今生啊 黑色七 可是这个黑色七的部分 它就是你成功的关键 好运就在转角之处 嗯 不要担心啊 一切都会来 一切都会好起来 好不好 第三组牌的朋友啊 嗯 那么既然我们讲到这里了 我们来看一个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你当下的一个指引 或者是建议 使得你更快的啊 我们所谓的要么呢就是完成这个业力对你的考验 要么呢就是快速的在这个地方找到出口 你看这个迷宫 找到出口完成这个转型啊 来到光明和好运的怀抱里 好不好 我们来给第三组牌的朋友啊 给你们一个当下的指引跟建议 来看一下当下宇宙给你怎样的指引 建议 让你更快的获得这一份成功呢 或者是获得你这一生当中 你的好运 哇第一张牌是世界 更宽的世界啊 第二张牌是ok好运四啊ok 嗯 这两张牌是什么意思 我听到的讯息啊 第三种牌的朋友啊 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 或者是当我们很痛苦的时候啊 其实呢我们的心里会有两个不同的声音 第一个声音啊 其实这也是世界当中很多人就是会做的选择 第一个声音就是ok 老天爷对我这么的不公平 或者是我经历了这么多痛苦的事情 那么我就要 我们所谓的引号啊 我就要报复回去 我就要谈回去 你对我多狠 我就要对你更狠 对吧 这是第一种心态 第二种心态是 我真的经历了很多 从小到大啊 从过去到现在 我经历了很多 我经历了很多的不公平 我吃了很多的委屈 我受了很多的苦 但是正是因为我经历了这么多的痛苦啊 在未来或者是当下有些朋友可能已经转型了 正在转型 当你经历了这种美好 比方说真爱呀 比方说安全舒适的家呀 比方说自己的在这个世界当中 有所作为呀 可以帮助别人 那么你可能会心态变成 我希望拯救这个族群 我希望帮助这些受难的人 我希望世界能够少一点啊 像我这样可能经历的痛苦 少一点 像我那样曾经就是 嗯 迷茫找不到方向的人 你将成为这些人的指路人 你将成为这些人的明灯 我觉得第三组排的朋友啊 我觉得大多数的朋友第三组 我觉得你们一定是选择后者 只是后者的这条道路 他其实可能听起来更加的难 其实他是一条好的路对不对 但是做起来其实他是比较难的 因为你们要去放下仇恨 放下内心的我们所谓的恐惧 放下内心里的痛苦对吧 当你们能够放下这些的时候啊 选择一条更加宽广的世界 你们不仅仅是成就了你今生 你个人的一个我们所谓的成功啊 你将迈向成功之路 这个世界非常的宽广 所以 嗯 宇宙说的是 不要被眼前的啊 一些小的利益 或者是不要被这些外面的人 给你的这些影响啊 就是所影响 保有初心 抱着你的善心 抱着你的慈悲去往前走 你会发现你的世界啊 它是越来越大 不要去局限自己的世界 不要去把自己的世界 就是抓得很紧啊 因为怕失去 所以抓得紧 可是抓得越紧 抓得就越少 所以说 宇宙给你的指引跟建议第三组牌的朋友 就是放开你的双手 打开你的双臂 去拥抱一个宽广的世界 你的世界应该很宽 你的世界应该很广 你是灵性的 你看白色的米露 你走到哪里就是好运的降临 你本身就是好运 因为你到的地方 将会拯救很多的人 将会祝福很多的人 将会指引很多的人 所以好运 还有宇宙的能量 会永远伴随着你 OK 嗯 好 那这边呢 就是选的到第三组牌的朋友啊 我所帮你们看到 未来的你有多成功 嗯 第三组牌的朋友啊 你们要加油哦 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做到 你们将会是社会里面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族群 社会需要你们 世界需要你们 好了 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边哦 提前祝你好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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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